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家鄉是很多藝術家創作的靈感來源 很多作品都跟家有關 金曲獎歌手謝明佑 就將臺南寫進了歌裡 而且非常動人 今天影響世界很高興 邀請兩位金曲獎歌手 跟我們一起聊聊台語音樂 跟他們的家鄉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建偉你好 大家好 老師其實在回台南之前 你在台北打拼很久 而且是音樂圈非常有名的謝明佑老師 為什麼當年會想要回台南呢 如果你每一天三餐然後一個月 每一餐都吃同一個東西 應該會大概第十天 就會快受不了 那你如果做一種同一種音樂模式 寫同樣的歌 然後市場要的幾乎都沒有變動過 我相信你也會受不了 如果你的重點是放在想要寫一首 每次寫一首新的作品都希望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自己 或者是很感動的自己 對 而不是別人交代你做什麼 是 你用一個模子把它印出來 我覺得我那時候遇到一種不是瓶頸 我還是可以寫出很商業的事情 是 但是寫完公司是喜歡的 市場是要的 我自己卻沒有感動 其實那時候謝明佑老師幫好多大牌歌手寫歌 美燕芳 謝霆峰 動力火車 很多 數不清 上百首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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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遇到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我接下來那一首歌我要寫什麼了 那我有點忘記我一開始進這個圈子那種莽撞 莽撞 就是寫什麼我不管啊 我也不會去偏舊市場 對 就是寫我喜歡的那你們要不要就算了 有感受的 對 所以才會決定我先不寫 先不寫了 先回家 先回家我就跟公司講我不想錄音了 很任性喔 非常任性 他們應該都有看到我是什麼都不要 我就直接回台南 建偉那個時候其實認識老師的時候 老師已經是那個很大牌的製作人 然後 但是他那時候要回家 對 我剛上台北 然後好不容易進了唱片公司 認識大金老師跟梅佑老師 然後梅佑哥好像不到一個禮拜就說 阿衛 我要回去台南 蛤 我想說什麼 我才剛見到這個老師他就要走了 才德語名師老師竟然說要回家 那時候什麼反應 我不瞭解 因為我才剛到這個環境 我喜歡這個豐富的環境 所以我不瞭解為什麼老師覺得 這個地方不對 對 是他回去的時候 開始第一張專輯作品出來之後 我才知道老師心裡面在想什麼 老師你心裡面在想什麼 其實在第一張出來之前 有一段很混沌的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幹嘛 先回家再說 先回家 對 那後來才有點逼不得已去看醫生 因為我睡不著 然後我有很多的症狀 然後找了很多科 到最後到神經科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神經四條吧 是晚上睡不著 然後會心悸 然後常沮喪 然後醫生就說你要不要去精神科看一下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 其他都很正常 想太多壓力大那種 然後醫生才剛好慢慢跟我聊聊聊 大概主因大概就是一個對自己 對自己的不認同 醫生給了這個診斷 然後我的工作壓力 以前我們在製作部 常常要背負一個所謂的銷售壓力 沒錯 然後謝林峰這一張五十萬張 下一張 七十萬啊 八十萬啊 對 然後在找歌的時候 本來很有想法的 會因為這個銷售數字 其實一個很好的歌 你要妥協 沒有 常常會誤判 原本是一個你認為很好的東西 對 結果到最後 好像要更好 而把這個很好的東西放在一邊 常常會這樣誤判 那我就把 我就聽從醫生的資料開始服藥 然後慢慢地去釐清自己一些想法 後來跟醫生討論的結果是 我還是必須做我喜歡的事情 所以想說 那就寫東西 那要寫什麼 對 要寫什麼 這是重點 然後我就開始想 不倒不如來寫我自己 以前你都是寫給別人 對 寫流行歌 寫愛情的歌 寫喝酒的歌 對 所以你後來寫自己寫什麼 我第一張專輯的名字叫圖騰 有點在講流行音樂要寫什麼 然後其實那個圖騰主題是謝明佑 因為我那一張要寫謝明佑 對 真的寫自己 所以我要從我的小時候的玩伴 我的父親 我自己寫流行音樂 我把自己稱為夜行性動物 寫歌是一個很衝動的狀態 對 一整張弄完 我就像台北台南這樣錄音 然後回台南 其實那時候我病還沒有好 我最近在那個刻暈的車上踹車門 為什麼 沒有辦法在一個空間待很久 密閉的空間 然後那司機嚇死以為我要截車 然後就這樣錄了將近半年 我記得我是在專輯弄好 然後在台南首唱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才整個心解開了 因為很怕完成不了 我那時候 所以說一百多萬還好啦 老師你那時候花多少錢 花兩百萬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那麼電腦化 很多還是很花費 然後主要是 那時候又跟地下錢窗借錢 其實很危急 但是後來發覺 沒錢的時候最勇敢 我後來是面對來追債的 跟他講說 就剩他命一條 你要不要等我發完專輯 可能有一點收入 對 那再來跟我要 然後在這個之前 因為我很餓 我沒有錢買便當 你可以請我吃個飯 然後後來那個人 真的請我吃個飯 來追債的人 是 我現在是好朋友 然後經過那個時期 我後來發覺 人生沒有什麼好害怕 我真的是覺得 那個時候我是最勇敢的 對 然後後來第二章 第三章 到台南 我發覺創作變成一件 你生活上很自然會去做的事情 然後我也開始在台南 不敢說教創作 因為創作是一種經驗分享 創作沒辦法教 然後常常會再去組一個團 去唱歌給老人聽 都是一個很生活的狀態上來 不是刻意要去做 所以老師其實你的 那個時候壓力很大的症狀 在你出了第一張專輯之後 唱了自己的歌之後就好了嗎 有一些症狀會有後遺症 就是說 我還是沒有辦法睡很久 我大概已經二十三十年 沒有辦法睡滿八個鐘頭 那個應該不會再好 但是至少還可以睡得著 對 然後心肌的現象會有一點點 還沒有那麼 現在沒有那麼嚴重 那只是就是說 身體在可以控制的範圍裡面 剩下就是心理狀態 所以醫生的建議很有用 很有用 老師你覺得台南 最迷人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人跟那個 整個城市的一起的感覺 就這樣的城市 它有太多的歷史 所以台南人有一種 很放在裡面的驕傲